《非日成婚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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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但這次提名 對我們倆有點特別 因為這個 《非日成婚宜》 這個戲種原因 通常我覺得要很戲劇 例如《非日成婚宜》 有很多事發生 才有機會給提名 但我住在《非日成婚宜》時 我對這個角色是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導演演戲 是有感覺的 所以我很開心 這句原因我會特別開心 我個人很視乎 每一次機會都是一個緣分 我不喜歡強求 我相信我自己做好的 我自己的事 那我用我的工作能力說話 那如果你們覺得我對 那你們就找我 在甚麼推動我繼續演戲 我覺得我找不到 比起我現在的工作更有趣的工作 還有更包容我的性格的工作 我有聽人說 其實你的性格也不太適合做這行 因為我比較摺 或者我有些射孔 神經質 但是 反過來想 有甚麼行業 可以包容我這種性格 這一行就是 甚麼性格的人都有 那我就覺得 嗯 天大地大 我好像都 除了做演員之外 都不知道可以做其他工作 而我在每一個角色裡 都找到滿足感 還有學習了很多 我覺得我不需要刻意去堅持 自然就走到今天了 心情是一個平常心的心情 其實我當日金像像 都有去看直播 然後因為其實我都很期待 這個白日之下這個團隊的 其他工作人員 能夠得到提名 所以每聽到每一個字被讀出來 心情都意常興奮 就是可能過往 就是女演員演的角色 是比較多類型化 或者是一些黑板印象 但是其實我覺得 這幾年 大家能夠在不同的作品裡 都會看到 其實是編劇也好 導演也好 盡量可以 可以塑造到一些 比較多元化的女性角色 並不是一些樣板化的角色 同時你就說 那怎樣克服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自己 首先不可以被這個框框框死了 就算有一天你覺得 這是一個黑板類型的角色 也好 你都必須有一個探索 這些角色的可能性 其實可能會不會是 我自己想到黑板 並不是別人想寫到黑板 因為最後我們都要演一個人 金像像 對於每一個演員來說 都是一個夢想 然後小小在電視上 都會經常看 基本上每一屆都有看 然後覺得今次 我自己可以 穿得很漂亮的去走 橫地毯 就是 這個人很興奮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香港 值得更加多的機會 去讓大家看到 其實香港有一班 很出眾的演員 無論是 任何年紀 任何性別 其實他們每一位 都在我們這個行業裡 都很優秀 如果大家可以放鬆一點 不要那麼大壓力 輕鬆一點 可能對於我們一班表演者來說 會更加多勇氣 或者更加規範夢多 可以有更好的演出 所以我覺得 很意外 而且非常開心 好像有份參與 電影圈 好像參加我玩 我會想到動力 我一直都很相信 我會做好用自己 我有我的能力 我有我的質素 我就要好好運用我的天賦 或者爸爸媽媽給我的東西 或者我學了的東西 得盡好用 就是把握盡它 無論是舞台或者電影 對我來說的出發點是一樣的 雖然裡面的運作是完全兩個世界 但我的宗旨是沒有變的 就是我很想好好運用我自己 讓觀眾看到我 看到一個不停在轉變的我